王女士的沿街店铺位于萧山区党湾镇越荣湾小区 是向开发商租的租期五年 名字叫学霸果业 现在店里已经没剩多少水果了 棒冰还有一些 她说自己目前已经是运晚期 没有精力在经营店铺 就想着转租掉 我就在那个58上面啊 就发布了一条免费的消息啊 就是转租的消息 然后后来他们的这个58的这个 这个人员就是业务员类似这种啊 她就联系我说 可以帮我就是花钱去转租这样更快 然后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信息啊展示在头条 在最前面啊 这样子租的快一点 做一个推广 对 5月9号王女士花了2180块钱 买了三个月的转铺VIP 聊天记录中 业务员说包含了 为房屋拍摄图片和视频 卖点整理 头部位置展示 大数据算法 推荐潜在客户等等服务 打开58同城 王女士的店铺排在第一个 左上角还标着平台认证 房源信息也写的比较具体 但王女士说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我交了钱之后呢 第二天就派一个 就是他们专业 就是做宣传的人 的人过来 就是给我店铺啊 就是拍一下外面的外里面视频啊 内部的这些视频 这些照片啊 然后呢就是写一下周边的环境 最夸张的是 我这里离地铁站有八九公里 他说我这最近的地铁站啊 有几个几个 我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有地铁的 然后还说我这附近有八个学校 我这附近也就两个学校 就是说连这些做的 都是非常的劣质的 王女士说 自己不想忽悠人 房源信息在他的纠正下 改成了正确的 平台每天还会在系统中 推送两个精准客户 可以通过虚拟号拨过去 但他觉得 这些推送的所谓精准客户 貌似不太精准 开始的十几天 我都是给他发一条信息 没有一个人回复过 然后呢后面呢 我说没有效果呀 他说那你打电话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 打出来不打还好 打出来好 全部都是真的是大骗子一个 要么就空号 要么就是不租店铺的 要么就是江苏南京的 然后从来没有下载过五八的 而且我上面写了 不需要餐饮 他给我推荐的这些精准客户 全部都是百分之九十九 都做餐饮的 王女士说 做了推广之后 自己再也没有开过飞行模式睡觉 直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人主动给他打过电话 没有一个人上门来看过他的铺子 他觉得这个推广没有效果 你们这个行为啊 完全就属于欺骗了 我现在要求退费 目前的话就是 包括像之前也是帮您 就是去多次去 就是去把这个事情 就是去申请了 但因为确实说 我答应您的服务 全部都做到了 所以目前确实 我这边是没有办法申请 去退费的 您好 我是浙江电视台 1818黄金眼的记者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你说的这些给他推广的服务 包括哪些内容呢 这个的话 您直接跟我们官方合作好吧 我们个人不接受 任何电视台的一个采访 这些的 抱歉哈 他觉得没效果 你们给他推送的精准人群 他说要么就是不是本地的 要么是空耗啊之类的 您直接和我们官方平台联系就可以 因为我们之间是个 防远展示平台的 不管您购买任何一个政治产品 都无法这边确保的话 承诺就一定能够 我这边的话租租出去的 是的 你说的是对的 我并没有说 要你们承诺租出去 但是你们推广的这个 全部都是水军 而且你们推广的精准客户 全部都是骗子 这个的话 确实的话是不会的 关于您的这个转步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也可以把您翻译下来 对于记者的采访请求 工作人员也表示 会由专员给到答复 结稿前 记者没有收到 58同城方面的回复 这里我们也给王女士 做下免费的推广 看了视频 对他的店铺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联系我们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